经济周期的成因和对策 由于强盗般的资本与工人领袖 都试图拼命逃脱自身的责任 白人中的工人阶级备受鼓舞 参与到从工厂到企业的建设当中 到20世纪末 白人女性被认可为人类 并与可怜的白人男性一同被剥削 渐渐的 在这个自我奴役的黄金时代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人吃人的队伍当中 当我们都变成奴隶之后 经济危机将会频频哀惜 1819年让查尔斯 伦纳德 德 西斯蒙迪写了新经济学政治 其内容指出了商业周期的存在 是由生产过渡和消费不足引起的 并指责了财富不平等的社会现状 关于经济周期的成因 如今还存在不同的观点 芬恩基德兰和爱德华 西普雷斯克特认为商业周期的形成是由于总生产力因素在不断的变化 雷蒙德弗农认为这是市销产品的生命周期 迈克尔卡埃基研究发现政治家们的决策也会带动经济的变化 理查德古德温也用卡尔马克斯的思想指出工人们台价严重 使得资本的积累所剩无几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认为 银行过度的信贷也会对经济造成影响 当亨利·乔治公开表示 土地价格是商业周期的根源时 却少有赞同 各方都没能达成共识 每一方占主导地位的学说都各执己见 不愿苟同 为了探究经济周期的形成原因 道德家和理论家被困在资本主义的驱动云演变中 经济泡沫和萧条让我们感到偏执和沮丧 理查德古德温把马克斯凯恩斯熊彼得联系在一起 让我们确信这种短暂的时期是不可避免的 卡尔马克斯认为资本家的自私确保了这个制度会不时的崩溃 梅纳德凯恩斯的处理方式是当一切都崩盘时 政府必须向劳工储备部队发放钱来缓和状况 并想出最优的方法来安抚他们的情绪 同时确保他们身体无恙 而约瑟夫熊彼得确信 迟早会有人会找到一些新的东西来为我们重新燃起希望 并创造出新的热潮 但问题是商业周期的转变是21世纪经济发展的重难点 尽管随着卫星和互联网对全球通信的普及周期性波动变得更加显著 但经济衰退的深度已显著下降 不管在次贷危机还是COVID-19震惊世界的时间里 人们再也不会像在西班牙流感或大萧条时期那样被迫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 普通人获得和拥有的互帮互助 互惠互利以及合作共赢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文化 强大大亨和贪婪的工业领袖并不代表庞大的后备大军 实际上前者是创业家 后者生产了过剩的思虐船 当我们分析今天贸易的性质时 我们可以看到企业比商业多 经济正在从工业部门转向服务业 因此总的来说21世纪的商业周期是由发达国家抑制经济发展效率的策略造成的 上述的每条理论都在证实这一点 发达国家的强考童高赤字和人民的家庭债务恶化了第三世界经济效率过低的问题 使人们无法避免的面临着更艰难的未来 有人可能会问如何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 从社会功利方面入手可行吗 几个世纪以来 劳工阶级和企业首脑约定俗成的规则 就是保证财富和权利的公平分配 尽管这个前提早已失效 基于这样的说辞 资本主义被定义为用于创造更多价值的最佳制度 这也正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理论核心 在21世纪资本是一种距离开人交易 从而获得财富的手段 因此企业生产商品和所提供服务的手段的质量 最终决定了他们对应价格与工作时长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 人们已经不再依赖于单一的体力劳动 或为市场价格波动而感到担忧 实力相当的企业与企业之间 共同盈利的行为已成为一种趋势 这一切都意味着货币不是所有盈利的唯一来源 劳动也不是 从此以后在盈利分配当中 人们看中的是各个企业的财力投入 而不是任何一方没有保障的需求 因此给劳动者们的不公平的薪资待遇 还有富人独有的盈利百分比已经不复存在 考虑工资额度时应脱离集体意识 企业不能以资产净值 甚至手续费用来推迟梦想 而且盈利百分比的制定规则 也应该是全新的更合理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中 SBC变成了简单的SE 基于这一概念 利润率不仅是针对所谓的资本主义的个人 而且是每个通过 在和企业或商业尽可能的合作当中 来谋取暴力的人 劳务不再被视为成本 而是一些中间商的暴力来源 故工人积极同理 也成为了暴力的来源 但在之后 工具良俗会将中间商转差价的情况 从财富分配过程中剔除 因为国家助长了资本主义中 不公正和财富分布不平等的社会风气 尤杰富济平的罗宾汉 共产主义的罗伯斯帝尔 社会主义中的监狱长 还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德古拉 都不顾后果所采纳的 经济与政治的体系 不仅会减少亿万富翁的泛滥 在基于真理不断传播 他还将终结由于人类自身严重破坏环境 所造成的生存危机